Toys自己在台灣 賣大麻 跑進去蹲 然後我們台灣的這些民進黨的這些委員高官名代 跑去美國跟這些大麻商人 勾勾滴 那你是Toys 你是心裡怎麼想 其實你希望Toys趕快無罪釋放你就說嘛 讓人家少少做一點也出來 好 椅子真倒楣 我都替Toys打抱不平 還是我心裡想 唉 早知道我就去美國賣 我不要在台灣賣 或者是我加入民進黨 我搞不好就沒事了 對不對 就是沒有黨政啊 為什麼非得在 這個外交的這個活動當中 去託團參加這個大麻商人的邀約 更不知道他們在這個邀約裡面到底 談論東西 所以這個恐怕民進黨自己要說清楚 為什麼要在那個場合 透過這個大麻商人來穿針影線才能去 認識 當地的這些美方的政要 那 你可以透過外交部 你可以透過芝加哥代表處 為什麼要透過大麻商人 這之中是不是有哪些壓力 又或者是他們就是要 來撤這個大麻的風向 他是一個Iris Show 然後他跟你們講 他們等於是跟你們邀約有這麼一場晚宴 Charlis Wu先生的這場晚宴 請問這個Iris Show他是誰啊 這個Iris Show其實就是民進黨代表團 這一次的成員之一 那他是這個民進黨駐美處的主任 叫做蕭順文 所以他就在這個訪團的這個過程當中 他就有提出這個邀約說 有這個Charlis Wu的這個先生 有意 要來這個跟大家一起這個共享晚宴 所以他在那個當天 這個邀請的當天 他就把這個吳先生 這個涉及兒哨幸運樂帶的這個大麻商人 吳先生 的這個相關的資訊 就貼到群組裡面給大家參考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那張截圖裡面 很明顯的有這個吳先生的相關的簡歷 那其中 看到下面有一個這個連結的縮圖 就可以發現說 這個英文你把它翻譯出來就是 這個 Cutiva的這個公司 他是一個品牌 這個品牌在幹嘛呢 他就是在做某些這個大麻衍生產品的這個銷售 還有相關大麻的一個種子的業務 那很明顯 在我們那個當下就知道說 這位吳姓的這個商人 他 他的這個相關的這個從商的這個經歷呢 是相對複雜的 包括有這個大麻種植啊 然後銷售等等的這個業務 所以我們在看到這個邀約的時候 我們當然就尊重民進黨 自己私人行程的一個規劃 我們就照原定這個芝加哥代表處的行程來走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那個訊息裡面寫 如果不課前來請照 支處原定計劃來走 所以後來國民黨跟民眾黨 就是婉拒了民進黨這方面的一個邀約 所以我們就照芝加哥代表處的這個自由時間啊 城市參訪的一個行程來走這樣子 那 不解說為什麼他們自己去自己的私人參宴 然後國民黨 照這個外交部 芝加哥代表處的這個規劃來走 卻要被抹黑成是這個逛街購物 然後 他們跟大麻商在 吃飯就叫做這個拼外交 這讓人匪夷所思啊 所以這個 你們當天的那個行程本來就是 芝加哥代表處 他本來既定安排的行程嘛 反而這個跟這個大麻商人的這個晚宴邀約 是臨時的對不對 是這樣子嗎 對是臨時的 對對對 這個前一天或是 就是前一天 才提出這個 相關的這個邀約這樣子 然後包括說後續有提到說 什麼有什麼政要啊 但你看那個截圖 就我提供那個截圖 裡面是非常明顯 就說 他只提到說要跟這位 吳先生 這個涉嫌 涉嫌兒兆信約代 這個大麻商人吳先生 來 進行這個 餐序 然後他呢 很樂意來引介這個 RNC 或DNC的這些 美方的政要 但並不知道說 到底確切會有哪些政要來出席 而且讓我們很納悶的是 如果真的有意 要來做政黨外交 明明當地就有芝加哥代表處的 同仁 或者是 我們都已經去到美國有外交部的同仁 可以協助 是不是透過這個官方正常的管道 來跟這個 當地的這些政要來互動 為什麼必須要透過這個 無姓的這個大麻商人 來跟這些美國當地的政要來互動 這民進黨自己 要來說清楚說 為什麼非得透過他們 而且明明外交部跟芝加哥代表處 就已經規劃好的行程 他們非得脫隊不可 這是讓人家很納悶的 要解釋的 對 那個靖瑜我想請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我看這個Iris Shell 他的這個 傳的這個邀約的訊息裡面 他其實介紹的 也都很大 大略而已 他說這個Charles Wu先生 他是成功的科技戒嚴 人士 然後 他也願意引見這個 DNC跟RNC的政要 就民主黨跟共和黨 他們大會的這些政要 那也沒講是誰 那所以 那你們 你們收到這個邀約 你們是怎麼 怎麼怎麼去 你們是有在進行這個查核是不是 在查這個Charles Wu先生到底是誰 然後最後再決定嗎 你們整個過程可不可以 還原一下 對 其實大家去看那個LINE裡面的 那個群組訊息 你會發現他 就是LINE的這個群組裡面 你只要訊息稍長一點點 他都會被縮短 所以其實那個訊息是很長一段 點進去看之後會發現 裡面有一段是寫說這個Charles Wu在經營一間 這個 Critiva的這個公司跟品牌 那他就有提供一段連結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那個群組的這個訊息 裡面有一個縮圖 那個縮圖其實就是一個網站連結 當我們點進去看說這個Charles Wu 他到底在經營什麼樣的一個 品牌跟業務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說 他竟然在經營某些這個大麻相關的業務 還有衍生產品的銷售 所以 我們 發現這個點之後 那就更好奇說這個Charles Wu 他的背景到底是什麼 接下去 查又發現說 在他個人的這個 LinkLink的這個網站上 他自己揭露說 他在2019年有這個 被他的前妻指控 這個鵝哨性虐待 又或者是他還有其他這個 Nexam的這個 當過這個Nexam公司的這個CEO 而這一家Nexam公司 正是 這個相關大麻的種植啊 提煉啊 萃取等等相關技術 擁有這個很多的這個智慧產權 我們就發現說這個 無性的商人 他的背景是錯綜複雜的 我們沒有必要在 這一場跨黨派 然後代表中華民國的這個 政黨外交的活動上去跟 這麼複雜背景的這個 無性商人來做互動 所以你們有做一個查核 不然差一點就上了賊船 差一點就被迫 民間黨他們要去我們尊重 對啊 不能說我們不去你的餐會 然後我們照外交部的 基金行程仇 照芝加克基金行程仇 這樣就叫做不拼外交 那我們照外交部的行程仇 叫不拼外交 那他們 印邀了這個大麻商人的這個 約然後不走外交行程 那他們是為了大麻去嗎 這個民進黨自己要說 真的讓人家匪夷 我覺得這個問題現在 變成是民進黨他有責任要回答了 就是那 呃 至少你們這邊的立場很清楚嘛 你們不想要 替這個大麻這個這個 這個事情背書嗎 不想跟這個大麻商人去 去參加這晚宴 所以你們 不想去復約嘛 那民進黨你們去選擇 去跟這個大麻商人 去付這個晚宴 晚宴 他是主揪嘛 對不對 對啊他是主揪 對不對 Charlis Wu當天是主揪 那民進黨他現在選擇 去跟這個大麻商人的 這個晚宴去復約 那他對大麻的態度是什麼 民進黨這個時候應該要解釋清楚 民進黨到底對這個大麻 態度是什麼 那現在有一個傳聞是就是說 呃台灣因為受到 很多方方面面其實受到美國的壓力蠻多的啦 那有一個 說法就是說台灣可能因為受到美方的壓力 可能在台灣會要推動大麻合法化 那你覺得有沒有觀察到這個可能有類似的情況 就民進黨 他正在 接受美方的這個等於是大麻方的遊說 要在台灣推動大麻合法化這件事 呃我覺得因為喔這個 他們在去應邀這個大麻商人的這個邀約的時候 國民黨跟民眾黨都照外交部的經濟行程來走 所以並不知情說他們到底 為了什麼去應邀這個大麻商人的 這個邀約 又為什麼非得在 這個外交的這個活動當中 去託團參加這個大麻商人的邀約 更不知道他們在這個邀約裡面到底 談論的東西 所以這個恐怕民進黨自己要說清楚 為什麼要在那個場合 透過這個大麻商人來穿針引線 才能去認識當地的這些美方的這個政要 那 你可以透過外交部 你可以透過芝加哥代表處 為什麼要透過大麻商人 這之中是不是有哪些壓力 又或者是他們就是要 來測這個大麻的風向 那民進黨自己要說清楚 否則真的讓人家很費解說 明明外交部自己有勢力的行程可以走 那 你為什麼一定要在 那一個 跨黨派的這個活動當中 抓一個時間 然後拖團去 建這個大麻商人 這個大麻商人對你來講如此的重要嗎 還是真的 就像主持人講的 有這個背後 有什麼壓力 那他自己得說清楚 否則大家就只會覺得說 就是 到底在幹嘛 對 通常一個政治人物 雖然大麻在美國是合法的 雖然大麻在美國是合法但是 畢竟在台灣這是不合法的 而且 我們台灣很多人也是因為大麻去 像那個Toyz 之前是販賣大麻去坐牢了 對不對 那我現在就 就要替Toyz 抱不平 你民進黨跑去跟那個販賣大麻 大麻的在那裡巴滴巴滴 那我要是Toyz我在那裡坐牢我就想 那怎麼差別這麼多 那是不是就是要 替那個大麻合法化來鋪路 那所以就是說 這個就是民進黨自己 接下來他要面對的 民進黨你必須要解釋 你對於大麻合法化你的立場到底是什麼 你要講清楚 現在這個球是在民進黨這邊 而且就是說 當地的很多這種 美國的 這些商人啊 或者是大麻的商人 那他如果 把這些跟台灣的某些政要的這些 合照 拿出去宣傳 那他是不是可以曲解說 台灣的態度現在是不是支持大麻合法化 所以這其實是有 對應的 如果你不支持這樣的一個政策 或什麼的 那你應該要盡量避免這樣的一個 接觸跟互動 那民進黨 越過了很多這個正常的官方管道來認識 這些美方的政要 反而要透過這個大麻商人來穿針引線 那 其中的這個原因跟到底為什麼這個人物那麼重要 那這會讓人家匪夷所使 好 那其實這個事件 一開始也是 就是 從這個 反正某個媒體啊 應該也是親民進黨的媒體啊 去把這個林濤 他就爆料出來說什麼林濤耍官威在這個行程 耍官威不滿安排啊 那既然你們這樣爆料 那 那可能 你也看不過去 你把這整個 過程給講出來 那其實是 民進黨自己去 這個跟這個大麻商人去復約啊 那你們不願意去參和這個事情啊 那就是說 現在民進黨他等於是在 這個 潑髒水這個污賊戰 因為他們又說什麼過去 朱立倫主席啊 也支持這個 也見過支持大麻合法化的這個 國會議員啊 其實見過支持大麻合法化的國會議員 跟支持大麻合法化是兩個回事啊 真的是 對所以這個他就是整個來灰氣啊 那你覺得 民進黨現在是怎麼樣 是他們急了還是怎麼樣 他們到底是怎麼 怎麼情況 他們其實 呃 因為現在有一些綠營的這個不具名 或側翼的不具名人士來放說 這個朱立倫也見過這個支持大麻合法化的這個國會議員啊 我認為 如果有某些這種綠營的側翼或不具名人士要拿國會議員來出來 幫這個大麻的商人來做這個洗地的動作的話 真的會被美方抗議 為什麼 因為 美國的這個國會議員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是跨黨派的接觸 包括說這個蔡英文啊 時任的總統蔡英文跟這個時任的立法院長游錫坤 他們也都有去見 但是美國的眾議院的這個參訪團來到台灣來參訪 所以有去這個總統府有去立法院 也有來國民黨 來做參訪 他是一個跨黨派的行程 而且那是透過這個官方的方式來做互動 那民進黨今天去見這個 當地的政要 卻是透過大麻商人來穿針影線 那難道 這個國會議員把他的這個政見公開在網路上 然後給大家這個公平 跟你私下去跟一個大麻商人來會見 然後透過他來穿針影線 這兩個可以類比嗎 而且如果說要講這個 朱立倫主席有這個見這個大麻的這個 支持這個大麻合法化的這個國會議員的話 那蔡英文總統你要不要講 那游錫坤院長你要不要講 這是官方的活動 然後民進黨的那個行程是私下的會見 這兩個我覺得無法類比 他就現在去然後潑髒水 然後潑潑潑 然後波及到美方的 真的是聯邦的眾議員 我覺得民進黨要思考 他們這個放任這些不具名的人士啊 或網軍側議 拿 美國的國會議員出來這個墊背 然後來洗地到底是 是不是一件恰當的事情 我認為這才是真正會傷害台美關係 我覺得這個 台美關係我先不講 我覺得這個基本上也是很傷害個人邏輯的一個事情 就是說朱立倫見過一個支持 大麻合法化的一個美國議員 那難道就代表朱立倫支持大麻合法化嗎 這是什麼邏輯啊 這個議員他 他身上可能有幾百個政見 那我去見他我就代表我支持他所有的政見嗎 這個邏輯也非常的死亡啊 這到底是哪一個綠營側翼這樣爆的 難道他的支持者都不講邏輯嗎 我認識自己的頭昏了對不對 那 沒找了 極了 極了 極了是不是 對我看到這個我就覺得這什麼邏輯 真是莫名其妙 好那那個靖瑜我再請問你一下 因為這個 這一次 你們去美國 你們等於是 藍 綠 白 三個陣營組團 一起去美國就是參訪 大家拚外交嘛對不對 那 其實也蠻遺憾的 因為大家講說對對外大家要團結嘛 一致啊 但是結果 現在卻爆出來這個 這個好像 大家你攻擊我我攻擊你 有點這樣的情形又出來了 沒想到 大家拚外交竟然也這個壁壘分明 我想請你大概 你可不可以大概描述一下 你們當時這個團在 美國的時候整個行程 那這個過程感覺大概是怎麼樣 整個行程當然就是這個 配合這個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去是這個川普在被槍擊之後嘛 所以當然這個共和黨的這個全代會就倍受矚目 那尤其是共和黨的全代會人也非常多 所以整體的這個 五天的行程其實是非常的滿的 我們不僅是去參加這個 共和黨的全代會而已 我們還有去參加很多周邊智庫的論壇活動 所以其實是非常紮實的去官選的一個行程 什麼所謂的自由時間 或什麼購物光街 根本就不是 這一次的這個訪團主要的一個規劃 即便有自由時間也是尊重這個外交部的安排 甚至我還記得有一天我們在 為了等這個川普要演講 那因為 共和黨的那個全代會的那個會場 他是去租用一個 NBA就是 密爾瓦基公路隊的主場 所以他就是一個球場 那你的這些官選員 然後是這些黨代表要進去的時候 他只會給你劃分一個區域 那有沒有位置做 或有沒有好的位置做不一定喔 你可能要早一點時間去 先站位然後先去搶 那你可能才會在一個比較好的位置 來去 觀察選舉 那在川普要演講的那天當然是重中之重 我還記得我們那天超早就先去站位子 然後等到川普演講完的時候都已經 接近晚間 11點然後回到飯店都已經快12點 就是從早 七八點就出門然後到晚上接近12點才 回來就是大家 還加上時差的壓力呀 什麼等等的 然後發新聞的壓力 這是非常非常扎實 然後大家都是秉持著說代表自己的政黨 代表國家 出去來拚外交然後把 第一手的資訊傳回來國內 對於各自政黨在國內的競爭都避而不談 反正我們就是代表國家嘛 去進行擴大選舉 然後 不知道為什麼說 過了三週之後 這種相關的這種政治操作被爆出來 我們原本也不想講民進黨去見這個大麻商人 那你要硬要說我們去逛街 然後忽視我們這種拚外交的努力 然後說你們在拚外交 那我覺得這種評論是 有失公允甚至可以說是不實的指控 跟謠言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含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Low Your Care